人活起来就是生命 死就是没有命 所以生命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形态 一个表态 你怎么过你这个人生 怎么生活 你的生命就过了怎么样 你怎么活下来 你怎么活得好 你怎么活 这是我的对于生命的定义 火柴人的故事其实是 跟火柴的发生 在于我爸爸 每次回家都是 拿一根火柴点燃 然后去光的时候慢慢看 慢慢看从它灭的时候 它就丢掉 它就点 丢 点 丢 过这么多年以后 我还觉得其实 它不只是来只是玩火柴子 它的心中充满了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难题 懊恼 所谓形容的哀乐 都充满在那个火柴子 从开始到灭的时候 因为经历过我妹妹的故事 婆婆的理事 然后我就以画画为作 我的日记来做前提 每一个经历过我都会去把它记载下来 那时候老师叫我水日记 日记里面一定有写 我要去哪里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都是用我来表达文字 我就思考 怎么用我来表达在画的自己里面 我也许用火柴 我是人 所以火柴人就呈现了 所以火柴人的起和停和结束 我来描述人生的这个苦短的时候 你过了很多年 你一上脸就老了 你如果好好把握当下 一下子 你没办法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人生出来就是 人家为喜而开心而哭泣 然后死了也是人家为你哭泣而死 然后我自己火柴人的话 我头上我就夹了一把眼泪 所以我就把眼泪放在他的头上面 所以就形成我创作火柴人的严肃在里面 我不想画眼睛是 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了 会必是真的 所以我不把眼睛放在 我都会画的特色里面 我只是保留嘴巴 它嘴巴就是可以表达你的心来了 所以呢 无论我去哪里都好 往往我们用心感受 会比用眼睛看的更真实 所以我画很大一些火柴人 那里是表达我婆婆 还有一个小的火柴人也是我 那里面画了很多小小房子 是我跟他经历过来去取的东西 还有画的一些蓝天白云的作品就是 不会把我画的每一次房子人事物都黑白表达 因为它会不见的 但是天空我是用蓝天白云 唯一可以保持在上天看着你的就是天空 从小到大婆婆都在照顾我的 因为父母亲忙工作 所以我对婆婆的感情会深 做婆婆都会很疼自己的孙子的 她带给我的人生的启发很多 婆婆就是每次晚上 她会跟你聊一些中国的一些历史 一点笑话 诚意 所谓的哲学 回想起来 她教我很多爱的事情 她教我怎么珍惜家人 她教我怎么去把握当下 那时候她没说爱也没说当下 只是用行动 所以当了离世的时候 我用话来记载一下 她教导我的一些对爱的那种表达 我希望有一天我老时候会看的时候 跟我爸爸多么开心 走过这么多的里程碑 我每次我去每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希望在天的婆婆 她是我的蓝天白云 她永远地守护着我 我会一旦 她看我一旦 我喜欢她的一个颗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